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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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我們現在繼續回到蘇格拉底 繼續回到蘇格拉底 蘇格拉底拒絕在民主政治 跟貴族政治之間做選擇 只是說政治應該交給那些 知道如何治理的人來治理 這一件事情在解釋上來講 應該說是一個道理 因為你讀柏拉圖的理想國當中 有一個很有名的船 叫做The Boat of Fools 愚人之船 大家可以在網路上查一下愚人之船 這裡面講說請問你 要開船了 這個船長是用民主選出來的 還是由那個會開船的人來開 請問你應該是哪一個 船長怎麼推選呢 廢話當然是船長開 問題是誰 船長怎麼出來的 船長是民主選出來的呢 還是由會開船的人來開 那這個問題已經說得非常清楚 對不對 大家都知道 也不需要我多說 但是他就強調了說 萬一問題是什麼 問題是怎麼樣把這個人找出來 然後這個人萬一是暴君怎麼辦 那這個人到底存不存在 就是知道如何做政治 如何管理政治 這件事情很不容易啊 很不容易 所以我們現在這個面對的問題 是這件事情 所以大家不要問政治人物好或是不好 壞或是不壞 只要問他這個人有沒有辦法 懂得治理這個問題 意思就是說這個是找不到的 但是因為他擁有絕對的權力 所以這個人可能不存在 但政治總需要治理的人 這也是因為這個原物 所以當時蘇格拉底被判死刑的一個主要理由 是因為有的人認為他實際上 是贊成了國家的暴君政治 所以說違背了雅典的民主精神 那這一件事情在那個傳統當中 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所以無論如何蘇格拉底認為 在否定寡頭政治跟民主政治之後 國王政治是城邦應該採用的制度 所以這個是一個 思想上的一個升級吧 同學們要了解 同學們要了解 我剛剛講的愚人之傳 你們可以先去讀 讀以後有感覺 然後我們就有討論的時間 上課的時候我可以鼓勵大家發問 可以講說老師 政治應該就是按照民族選舉 還是要找出那個真正懂得治理的人 這個之間構成問題還不是問題 這個是不是問題都是一個哲學問題 我覺得最難得的是這個問題在2500年前 就已經在柏拉圖的書裡被問過了 我們今天面對的完全一樣的問題 各位同學 台灣面對的問題就在這裡 就是愚人之傳的問題 如果選舉沒有用你要怎麼辦 革命嗎 事實上雅典最後就是敗給斯巴達了 佩羅貝尼莎戰爭 你那個故事當中 全世界最像邱西底德陷阱的國家 影響最深的極有可能是台灣 不是開玩笑的 對不對 如果你稍微有一點歷史感的話 至少我們在歷史的經驗當中 會很驚訝於發現 原來2500年前的哲學 居然在今天是可以活用的 是一個值得我們討論的一個問題 找這個人是找不出來的 選舉是選出來 唯一具有妥協的可能性 那這也是好啊 這也是應該要注意的 所以說這個就是說不清楚的政治 索格拉一直不斷地問什麼是德行 這個我講的德行Virtual 它裡面一個重要的意思 就是你的能力 Virtual我們把它翻譯成德行 德行行為 有道德的行為 其實那個中文裡頭能強調道德太強 你的出身你的長相你的財富你的能力 你處事的能力都是你的Virtual 如果你去讀馬基維利的君王論 他會覺得說每一個人要當君王的人 一定是Virtual跟Fortune之間的鬥爭 你的Virtual是你的能力 你的Fortune是你的命運 百分之五十的Virtual百分之五十的Fortune 兩者之間的鬥爭的結果 那你的Virtual要像是一個人一樣用拳擊 用打的方法把你的命運給打得服服貼貼的 你這個就是個君王 這是馬基維利的君王論的一個主要的一個內容 就是要強調Virtual 那沒有人強調什麼道德不道德的問題 所以說那麼在這樣子的話呢 他不是認為每一個人都能夠有足夠的德行 更明顯的是擁有這個德行 擁有這個能力的話呢 要做他能夠勝任的工作 這個就是人盡其才的一個主要觀念 所以這一點與一般雅典公民的想法很不一樣 那雅典公民要的是一種自作自壽的政治 蘇格拉底卻認為政治對象不是平等的 更不是由大家推選的 但是到底是誰他沒有說得很清楚 所以說從這個角度來講 從某種程度來講 蘇格拉底的話呢 讓人家想要殺掉他 是因為他碰觸到最深刻的哲學問題 這個國家該由誰來帶領 在一個已經制度很明顯的 同學們現在陸陸續續都已經可以開始感受到 我們目前產生的一個變化 目前產生的變化裡面主要的一個影響的一個範圍呢 主要就是說這個政治 人確實是政治的動物 沒有問題 這個政治確實決定了我們共同的未來 這個也沒有問題 但是問題是由誰來領導我們 或是由什麼樣的制度選出這個人來領導我們 是我們面對共同的問題 而這個問題確實是當初所剩下 這個所要面對的一個問題 也是他要被處死的主要原因 因為我們現在在這個制度環境下 也會發生這個情況 所以說蘇格拉底的話呢 他我們現在談一下他哲學裡面的內容 蘇格拉底的哲學很特別 跟孔子一樣素而不做 素而不做 所以他強調的是一種人性的研究 第一個的話呢 就是他不談自然 他是談人 所以在蘇格拉底的哲學當中的話呢 不會談what is 而只是在談人的本質是什麼 正義啦 德行啦 然後什麼叫做這個道德啦 什麼叫做真理啦 的這一類的問題 所以這個 這個我們下一堂課 兩小時課會談到自然哲學家 因為我寫了一本書叫求真 那裡面就專門談那個自然哲學家 那另外的話他這個理想性格的知識分子 理想性格就是說 他會認為說真理是可以到達的 那麼他一生中在辯護篇裡面 最有名的話是 Unexamined life Unexamined life is not worth living 就是不值得活的這個生活 所以說蘇格拉底的地位 在探討倫理學的經濟 尤其是生命的價值上 那麼這個是作為這個哲學的定義 我們這堂課叫哲學的定義 是讓大家了解到就是說 哲學是一個commitment 是一個lifelong commitment 是一個對於自己生命上的一個尊重 那麼事實上的話呢 我們講解這個西洋哲學 其實有兩種方式 一個是在講哲學的定義 被蘇格拉底的這個生命所定義的 另外一個是講自然哲學的發展歷史 這個我有寫一本書了 我們下個禮拜會碰觸到這一部分 但是在選用材料上 從蘇格拉底講起比較容易進入哲學意境 這是我的一個選擇 為什麼呢 因為我在做這個考量的時候呢 最主要原因是因為 如何讓你活用哲學的要領有三點 第一 不要拘泥於引經據典 不要濫用術語 有很多人會覺得說這個詞意解釋 就是用這種什麼希臘文怎麼講 法文怎麼講英文怎麼講 這個浪費時間了 第三個的話呢 哲學要活用一定要有切身的感覺 切身的感覺 我覺得我今天講到 蘇格拉底面對的政治的問題 或是古希臘雅典 古雅典面對的政治問題 跟我們今天在台北遇到的政治問題 幾乎一模一樣 幾乎一模 尤其是我們在台大上課的時候 有人會覺得說 有人會覺得說 老師如果我這樣講 按照我自己原來的想法 因為事實上很多同學 跟我想法不一樣 如果認為說假如我們對於自己有期許 我們對自己有期許認為說 你在台灣讀台大 你就應該告訴自己說 你要面對所有應該面對的挑戰的話 那我們今天面對的問題 跟蘇格拉底所提出來的問題 非常類似 非常類似 他們的結果 最後他們所造成的結果是個大災難 如果你讀過佩洛貝尼莎戰爭的時候 你會發覺說 一個國家經過民主制度變強 後來又因為了民主制度而滅亡的話 那對於這個國家所有的人來講 是一個很大的傷害 可是 可是 我們今天在台北所面對的情況 也是有類似的發展的情況 可以討論 我並不是說要模仿 可以用他們的經驗來談 至少有一點好處什麼呢 至少有一點好處是 同學們要了解 這個層級比較高嘛 意境比較高嘛 你如果用老外講說 You know the problem Socrates faces is exactly the same like the problem I am facing now 你不覺得 那老外一聽嚇壞了 which Socrates you mean 他一定會很驚訝嘛 對不對 實際上的話呢 我想了很久 確實是很類似的 確實是很類似 但是 至少在這一方面來講 你用這個哲學的高度 把你自己拖上去了 對不對 同樣要有這個自信心 所以我今天告訴大家 要讀很多很多東西 慢慢來 我經常會重複的 所以說 那麼 所以說這個蘇格拉底的話呢 這個個人的這個介紹 我就給大家 因為我們這個投影片 都會上傳的 在Saber的網站上上傳 然後有書要大家讀啊什麼的 所以這個投影片的部分 我已經都講過了 我也不多說了 那麼蘇格拉底呢 他被判死刑 這個死刑是我們一開始上課的一個要領 那今天第一天上課嘛 我也 就是把這個重點 讓同學們稍微了解一下 我的重點只有一點 就是說 如果你要活用一個哲學 你要用這個哲學 然後你要選擇 比如說 你選擇中國哲學 什麼心啊 性啊 什麼本體論啊 什麼的 這個有一點飄渺虛無 不是說他沒有用 是你要割好幾個層 但是我們選擇蘇格拉底 作為開頭的時候 他很直接 因為他死了 他被判死刑了 所以大家就會問 他為什麼會被判死刑 你知道判一個人死刑不得了啊 對不對 判一個人死刑的話呢 這個驚天動地的事情 我剛剛不是講了嗎 我從小到大就活在這種陰影底下 就是一個莫名其妙的人被判 一個很好的人 偉大人 被莫名其妙的程序判了死刑 這個影響非常震撼 不一定每個人都像我這麼幸運 或這麼倒楣 從小就遇到這種故事 但是你可以了解到 這種事情 他的活用的可能性是自然而然的 就是automatically arises 更不要說他本身就是哲學的起源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 這個訊息我要告訴大家 那麼所以說蘇格拉底是哲學家的典範 他的典範就是因為他有個好學生 這個非常重要 這個非常重要 大家完全不能夠了解 就是得天下英才交織 人生一大樂事 這個道理 所以我已經是放棄了很久的想法 最近又重新燃起了這個希望 主要原因就是因為 這個學生的話能夠看穿你的想法 能夠把你的想法觀念能夠發揚光大 我跟大家說過柏拉圖絕對是 所有學問中的精品中的精品 絕對是所有學問中的精品 理由很簡單 就是因為他是寫作的天才 這個天才沒有話講 然後他哲學中的 蘇格拉底是哲學中的第一位殉道人 也說明了為了理想 生死不足懼怕 所以剛剛有同學結論讀了Crito Crito就是他完全不怕要被判死刑等等 在死後的世界反而是一個更好 更有機會發展的一個世界 然後對於蘇格拉底來講的話 這件事情不怕死 然後西方另外一個不怕死的故事 就是耶穌基督 雖然我不敢講西方哲學 可以跟西方基督教比 但是它的震撼力是一樣的 這個呢 為真理而死 所以因此一切行為跟信念 都是以求真為主 而不以感官為限 這是重要的 好 那麼蘇格拉底的哲學的話呢 我大致上分成四點 第一個檢驗生命的目的 這一點的意思是說要不停止 不停止的檢驗 實現生命的價值 那麼堅持理想 第二點的話呢就是 也非常重要 因爲什麼呢 因為哲學當中啊 大家知道 哲學思想當中 有一個矛盾 你們每一個人都是天生的哲學家 包含我 每一個人都是天生哲學家 為什麼 因為你做事情 會有一個目標 會有一個實現這個目標的過程 還有實現這個目標以後的下一個目標 你是有一套philosophy的 比如說你為什麼要受教育 你在小學中學的時候 你可能搞不清楚 像我們剛剛有同學 天生哲學家 問說有沒有人想好自己這一輩子不工作的 馬上三四個人舉手我嚇了一跳 我真想找你們約談一下 到底什麼哲學理念 是讓你們變成這種犬儒學派的 我真的還蠻想interview一下的 我就講 不用上課就一百分了 完全超越老師的境界了 每一個人都天生的哲學家 但是是什麼哲學你知道嗎 每一個人天生就是懂得自己生存方法的哲學 相對主義者 相對主義 就是我活在我的環境 認為我周遭環境是最好的 每一個人都是relativist 所以有很多人很討厭聽到別人介紹什麼新的規範 要學新的東西 學新的 麻煩 囉嗦 什麼留學 莫名其妙 我會的我東西 我熟悉的東西 這種人有沒有辦法存在 有啊 這種人喜不喜歡他存在的環境 當然喜歡啊 鄉土行的人就這種人啊 對不對 人家對不對 他絕對是對的 為什麼 他要的就是這個 他如果採取東麗下 悠然界南山 我哪裡不對 日出而作日出而喜 本來就很對啊 這都是一種philosophy 那我們現在的話呢 這種philosophy跟他那種 哲學有什麼不一樣 蘇格拉底影響 就是哲學透過不斷的討論 可以達到客觀的真理 請同學注意這一點 主觀的理性 主觀的理性不應該主觀 但是主觀的理性 就是認為自己都對的人 也是一種哲學 但是叫相對主義 就是你有你的想法 我有想法 我們互相尊重 這在台灣是最普遍的 蘇格拉底教我們說 不行 要因為言語上的衝突引發討論 而可以達到客觀真理 是第二點 所以說然後呢 每一個人當你遇到真理的時候 你會有那種喜悅感 Aha experience 這種喜悅感你們都有過經驗 你做一題數學 一開始沒有人會 後來發現全班只有你一個人會 你得到數學答案的時候呢 那一秒鐘真爽啊 得到真理的快感 是真的存在的 希臘人有一個字 來形容這種快感 叫apotexis 就是這種apotexis 是講到得到數學真理的那種快樂感覺 所以說你要提出思考 就提出問題進行對話 自我檢驗 所以蘇格拉底的哲學 我們稱之為Elancus 來 你好 就像我剛剛舉的一個例子 你做數學題目的時候 比如說哪裡當例子 或你近一點哪裡當例子 數學題目一下來很難 一定有經驗 乍看不會 然後想一想 想一想 突然想到了 對了 很有把握了 結果答案就在這邊了 對不對 你有沒有過這種經驗 有 高不高興 爽不爽 爽 不要再形容了 再形容 就這種感覺 來 好極了 數學不會讓你陷入自我感覺良好 因為它有一個推理的過程 我講的apotexis 不是在講有了答案快樂 而是享受那個推理的正確性 你懂我意思嗎 就是說 數學的推理的過程 那個inference 你數學屬於不同的系統 你歐式幾個學 跟非歐幾個學 那個推理是不一樣的 所以答案是不一樣 但是你享受那個推理的過程是固定的 而且那個推理的過程 你這個問題太好了 數學沒有自我感覺良好的 我告訴你啊 我物理系認識一個很有名的教授 姓高 高 高永全 他有一次跟我講說 他現在最 不是講得這麼直接 但是說他上課前一定要準備一下 其實他說的意思是 教二十幾 二十歲不到的小鬼物理數學很痛苦 因為這些小鬼 他一看到你推理的方式不夠直接 他馬上就舉手說 連是那個有社交障礙的人 都 雅思佛科證人都會舉手說 這個應該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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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會用應該你知道嗎 只有這個mathematical inference 會有這個應該的字眼 其他沒有 其他不存在 的這個情況 所以你 他沒有自我感覺良好 但是你用寫一篇文章 有自我感覺良好 開玩笑 一字千金 我這篇文章 你要能夠改一個字 我五百塊給你 不可能 就會有這種 怎麼不可能 這個都是鬼扯 不是說所有文章都鬼扯 但是絕大多數 他都有可能被 被proofread 可以被進一步的修改 但是數學沒有改不改的問題 所以我剛剛就跟他講 我說你怕出錯 所以大家喜歡數學 數學不會出錯 就這個道理 所以就這樣子 你還有問題對不對 來 我剛剛問的 比如說那個感覺 是什麼感覺 你說他們知道的 那個是真理 還是說真理 只是他們推理的過程 真理是推理的過程 不是答案 推理的過程不會錯 所以大家都有這種 推理的過程 的這個經驗 有推理的經驗 是一個活動 所以我們哲學的最高的意境 就是要把 像史比諾莎 史比諾莎 聽過吧 史比諾莎 算了 史比諾莎 他認為說 倫理學是最嚴重的 涉及對錯 涉及對錯 涉及對錯這個最重要 所以要怎麼樣呢 要用幾何學的推理的過程 來證明倫理 是一樣的 所以要把這個 不會出錯的經驗 轉嫁到倫理的討論 是倫理學的經驗 就這種概念 是這樣子 這個同學他是哲學系的 所以他會問到 比較深刻的問題 這是我安下的裝腳 好 那我最後幾張投影片 我把它交完以後大家看看 大家 就是說這個蘇格拉底的 哲學的話呢 就是完全在對話中 我們叫Ellenkes 希臘文叫Ellenkes E-L-E-N-C-H-U-S 你一查 你就知道 這個對話的方法 對話的方法其實很棒 就是你提問 對話 然後呢 那你提問以後呢 大家要捍衛自己的立場 然後你要把你的真理傳遞 叫做反諷 來你說 老師剛才說呢 真理是那個探討那個過程 對 擁有推理的過程 我們不知道這個是 是否是最終的一個結果 我們不管 對只有上帝知道 我們只是管那個過程 我們是否滿足 是這個意思嗎 對啊 不但是否滿足 我們是滿足的 每一次擁有真理 都是很滿足的 但是這個真理呢 在個人滿足的過程中 一旦在別人的眼裡 就會發現新的問題 所以人就一直活在這種 擁有真理又失去真理 擁有真理又失去真理的過程 我強調過程 來 來你發問 那哲學特理跟哲學特理一樣嗎 哲學特理會有自我感覺嗎 哲學推理有可能 他脫離數學方法的話 對 你問的問題很好 所以你旁邊那個小花助教 他就是有名的做這個邏輯推理的人 對他來講跟對我來講 哲學的推理要維持在數學推理的這個路線上 首先我先強調 數學推理是最完美的推理 但是他因為完美到他跟現實世界沒有關係 所以你談戀愛不可能談數學戀愛 我講個笑話 有人講說 有一個澳洲人講說 我用請個數學家來教我 怎麼樣可以在一個農莊裡面 養最多的羊 然後那個數學家講的第一句話 他就說那不要了 他說什麼話 他說讓我們假設 每一個羊長得跟球一樣 他就不要了 因為這句話就說明了 這個數學家 他完全跟現實世界不接觸 我們哲學家比數學家好 好在哪裡 我們用自然語言 有這麼好笑嗎 自我感覺 自我感覺 這個道路的方法就是透過蘇格拉底的對話 就是你會指出我的錯誤 我會想我到底有沒有錯誤 就經過這個 這個我們叫做 這個對話我們叫做辯證 叫做Dialectics Dialectics Dia Dia是兩個人的意思 Dialog就是兩個logos 這個是對話 Dialectics是 就是讓語言成真的那個道理叫Dialectics Dialectics就是兩個人交換 讓語言為真的道理 這個是重點 老師 可是數學它跟現實比起來它是 它應該是一個完全抽離的中意 還是它其實只是太過單純而已 如果它只是太過單純 它可以堆疊到跟現實一樣豐富嗎 這它個什麼 它可以堆疊到跟現實一樣豐富的程度嗎 足夠多的理論的話 對 但是它永遠是講的現實中最理想的部分 最理想的部分 但是現實中不會是理想 來 那如果物理學 物理學的時候 它不會是理想 可是物理學家常常會自我感覺 對 物理學 物理學跟數學系的差別就是 物理學是應用數學了 這裡有沒有物理系的 物理系的話 學到最後學那個場論跟旋論 其實比形上學還抽象 那完全是數學裡面的空間 把它放在現實當中來應用 那當然會很抽象 我們哲學基本上的話 現在也有很多人做這種 物理學哲學是做到這一部分 問你說 你怎麼會對於常論跟學論 有這種tangibility 有經驗的感覺 是問這種問題 但是純數學家 他不管這個問題的 純數學家他是不管這個問題 我們哲學家的話 一定要回到人生中 對不對 那我的問題就是既然是自然語言 那不就是會受到語言很深的影響 德語、漢語、日語、英語 對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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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對 對 沒錯 如果你 對不起我們課上完了 最後一章 如果你認為 像我們最近在中國哲學界就出現這種人 中國哲學界就是 他們會認為說 如果你不懂中國 你根本就不懂中國哲學的經驗 你不等中國哲學的本體論 但是他的純有學 這個其實基本上是鬼扯了 為什麼 那洋人很不服氣啊 那洋人說的話 那你們學英文不白學了嗎 那對啊 所以我們現在每次講到說 是我們現在台大哲學系的西方哲學組 做的到底是 是西方哲學還是漢語的西方哲學 就有這種問題 我最近馬上到北京大學去開一個漢語哲學 就是你所有是中國人讀的西方哲學 讀出來用中文寫出來叫漢語哲學 這個觀念完全錯誤 為什麼 因為你不管這個理念是用中文陀載的 就是講中文、法文、德文、英文、西方牙文、義大利文 通通像是個車一樣 他載的東西都是真理 是真理就是一樣的東西啊 如果用語言可以影響到你的對真理的認知的話 那個這個就是相對主義啊 那個是有問題啊 有很多人講說用台語 你不用台語 你不知道我的感覺 我承認 你到了比利時布魯塞爾的時候 一看到一看到假灰粉 哇長壽的 哇假壽 這個我感覺到有感覺 但是並不代表它是真理 並不代表它是真理 為什麼 因為你遇到事前的時候 你做起生意來講的話 管你什麼台語英語的都一樣 你有沒有注意到我碰到過很多大陸人 他們英語不好 他們在外面倒是要能做生意 他們就跟我講說 你計算機拿出來 比人家便宜十塊就好了 其他都不用講 這個是不依靠語言的真理 這才是真理 所以說這個你問的問題也很好 你還有問題 對 他的意思 這樣的意思應該是說 每個用不同語言 你會找到真理的不同的 我不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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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認為我不接受 如果我接受這一點的話 完全違背了說 不會英文的人 永遠不能夠了解英文的真理 我不太接受 你還不能是不懂英文探索真理的方式 可能 因為你不懂英文的方式 你就更不懂 但是那個真理顯現出來 比如說我最近得到一個 我最近正在寫一篇文章 我就會發覺 當我們在詮釋古代典籍的時候 西方人也詮釋古代典籍的時候 他們用的方法 基本上都是用反省的meditation 就是那種近思的方法 沉思的方法 為什麼近思跟沉思的方法 會同一種方法來呢 因為你要掌握真理的時候 你一定要擺開所有阻礙你獲得真理的方法 然後最後你會發覺 真理應該是自我呈現 而不是說透過哪一個鑰匙 就是打開這個固定的門 才會有門後面的真理 跟其他的門真理是不一樣的 應該沒有這個事情 舉一個最簡單的 倫理學就說明了一切 對不對 所以說我們現在 如果沒有這個信念 我問同學們 我本來想下課的 但是這個問題太重要 因為現在 我們面臨的整個是一個政治制度的選擇 然後你們為了 我馬上就20年後 這個問題20年後解決不了 以後就是你們在考慮這個問題 如果你們當中有哪一個人認為說 如果你不懂中文 就不會有中國的道理 那我們的對岸絕對超過我們 他就義無反顧的不用任何的改革 就直接長驅直下 不考慮了 就變得比人數比力量了 我們現在相信的道理是相信 有一個普世價值 他不跟隨哪一個特定的地理領域區域而發生的 像只要堅持這個道理 有一些硬道理 做生意的可以 但是政治制度 人是一個政治制度 比如說人生而自由這件事情來講 你用什麼語言講都一樣的 是這個意思 對不對 那這個問題太重要了 這個可以說是 這個問題 我願意以後 我們單獨地繼續討論這個問題 課都可以不用上了 害我白準備了 還好我還沒準備完 不是 這個關鍵太重要了 對不對 你不覺得嗎 如果說相對主義 相對於不同的語言 比如說大家都會認為說 德國人是因為用了德文 最近有一本書我還讀了 我還寫了推薦序 說 說德文的表達意思 永遠認為對於未來當成現在表達 所以說它有一種強烈的時間感 會顧及到時間上的概念 現在還是 對 用 對 就是說 現在是用未來表達 所以有一種未來的一種規劃的感覺 然後說想來想去後 說這個 這個世界當中有類似的表達 中文也是這樣子 比如說有明顯 雖然我們沒有實態 但是我們在表達上來講 是用增加這種未來感來表達現在 然後說所以說這兩個民族 都特別懂得如何賺錢啊什麼的 可是我在歐洲住那麼久 我發現德國人跟中國人差別太多了 但事實上我覺得周遭的人 我覺得歐洲人還比較像 所以我覺得這種用語言來決定生活方式的想法 絕對是個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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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好大家同一個文化的人都說同一個語言 這個 我先強調 我上課有個習慣 我要絕對講得非常affirmative 或是purely negative 讓同學有思考 所以我說這絕對是個錯誤 讓你就會發覺 你只有選項就是接受我或不接受我 簡單嘛 我講說這個可能是錯的 那你等於白學了 絕對是個錯誤 你這個文化上也絕對是個錯誤 為什麼呢? 文化上容易產生 因為那個語言會造成這個affinity 一種親近感 語言會造成一種親近感 而這種親近感 有的時候會影響到你的情緒 有的時候會影響到你的情緒 所以你接受這種情緒 比如說中國人那個家庭跟受教育的概念 就是如交四七黏在一起 爸爸跟兒子的帳都算不清了 對不對? 這個好不好 也好也不好 這是文化 我承認我也屬於這個文化 但這個文化有沒有可能改變? 是有可能的 是有可能的 所以說文化決定了你的行為 這件事情是一個錯誤 但文化有沒有可能影響你的行為? 有可能 但是如果你一般人 沒有做哲學上的訓練 那就絕對影響到你 像選舉的話 說在台灣要改變選風很難 我承認 因為有很多人既得利益者 他不願意改變的 他不願意改變的 對不對? 這個 這裡面要講的內容就非常多 有些人的話一到選舉的語言 全部變成台語 為什麼? 有利啊 有利可圖 所以他不要改變啊 對不對? 但是你上課的時候 突然一下子講活用哲學 阿龍共歹義 就覺得很奇怪啊 對不對? 感覺上沒有利啊 對不對? 是這種情況 我也講不好就是 同學們 真的沒想到高潮到最後才來 當我想要休息的時候 居然高潮就爆發了 也沒時間 也不敢再叫大家發問了 我知道還有很多人想問 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 你那個手已經快舉起來了 最後一個發問 沒問題 好 非常好 饒了大家了 那就這樣子 那我們下課了休息了